內夾就是囤積無力的假設 根本是錯誤的 大家好我是屎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室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一個健身愛好者 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膝蓋內夾 在深蹲或舉動時有些人的膝蓋會往內靠 這究竟是好還是壞呢 也有可能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在這支影片裡 我們一起來進行一個深入的科學討論 為什麼內夾不好 膝蓋內夾為什麼會讓大家這麼擔心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 內夾與臀大肌無力之間的關係 臀大肌是人體最大而且最強壯的肌肉之一 深蹲時它是主要的出力者 臀大肌有幾個關鍵功能 寬部伸展 這是將大腿向後抬起的動作 非常重要 無論是站立行走跑步或是跳躍時 都需要依賴臀大肌的收縮 寬部外旋 將大腿向外旋轉 這個在側向動作如跨步或轉身中 至關重要 寬部外展 將大腿向外側抬起 這可以防止膝蓋內夾 從這些功能來看 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 深蹲時膝蓋內夾代表臀大肌 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也就是說膝蓋內夾可能象徵著 囤積無力 或者是無法正常啟動 第二 內夾可能增加前十字刃帶受傷的風險 當膝蓋向內移動時 膝關節的外展力矩增加 這可能會讓前十字刃帶 承受過高的張力 增加撕裂或者是受傷的風險 在籃球足球的運動中 我們經常看到運動員在跳躍落地 急停轉向時 出現膝蓋內夾 然後膝蓋撥一聲 這通常就是一個前十字刃帶斷裂的徵兆 十字刃帶斷裂往往需要半年以上的復健 或者是手術重建才能恢復 因此大家對膝蓋內夾的擔憂不無道理 可是為什麼很多選手也會內夾 儘管膝蓋內夾被視為危險 但這種動作卻普遍存在於高水準的 舉重跟健力選手身上 即使在奧運的賽場上 我們也時常看到 舉重選手在深蹲的底部 準備站起來時 膝蓋自然的向內靠近 形成膝蓋內夾的姿勢 例如這段台灣之光 郭信淳選手的訓練影片中 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他在起身的過程中 膝蓋往內夾 別誤會 我絕對不是在批評郭信淳選手的姿勢不正確 我的意思是 如果像他一樣的頂尖選手 都會膝蓋內夾 那我們是否應該反思一下 膝蓋內夾 真的有大家說的那麼糟糕嗎 內夾真的是囤積無力嗎 如果一位健身初學者 在深蹲中出現大幅度的膝蓋內夾 那麼囤積無力的可能性 確實很高 畢竟他們可能還不熟悉這個動作 然而如果很多世界系的選手 也會內夾 那是否意味著 他們的囤積也無力 還是說 內夾就是囤積無力的假設 根本是錯誤的 2024年發表於《肌力與體能訓練》期刊上的一篇研究 解釋了這個矛盾 研究招募了有兩年以上 肌力訓練經驗的志願者 男生至少能深蹲1.5倍體重 女生1倍體重 並且讓他們在深蹲時刻意的練習 膝蓋打開或內夾的動作 節骨顯示 當受試者 在深蹲中刻意的膝蓋內夾時 囤大肌的力量輸出反而增加 而膝蓋打開時 負擔則轉移到了內收肌 這篇研究指出膝蓋內夾不是囤積無力或失控的表現 而是運動員為了增加囤搭肌發力 而採用的動作策略 簡單來說 膝蓋內夾反而是囤積有力的表現 我們也觀察到 奧運舉重選手 只有在用大重量深蹲時 才會內夾 輕重量熱身組則不會 這可能是因為大重量時內夾 是囤搭肌在開外掛 在產生更多的力量 輕重量時囤搭肌夠力 就不需要內夾 內夾會不會傷膝蓋啊 就算膝蓋內夾能幫助我們蹲得更重 但如果這會導致十字韌帶受損 那豈不是得不償失 對於一般人來說 我們真的需要模仿這些運動員的動作嗎 同一篇研究也解釋了為什麼膝蓋內夾 不一定會傷害前十字韌帶 力矩組合 前十字韌帶受傷需要外部的膝關節外展力矩 以及內旋力矩的共同作用 但深蹲時膝蓋內夾的力矩組合是外展力矩和外旋力矩 這不符合十字韌帶受傷機轉 膝蓋角度 大多數前十字韌帶受傷發生在膝蓋啊 完全 接近完全伸直的情況下 大概25度曲曲 而深蹲中的膝蓋內夾多發生在膝蓋彎曲接近90度的時候 這個角度下 十字韌帶的受力是低的 關節壓力 深蹲時膝蓋曲曲的角度很大 股四頭肌和大腿後側肌會將筋骨往後拉 關節本身也承受來自肌肉跟槓鈴的壓力 這兩股力量都會保護前十字韌帶 另外我還想補充兩點 我在腹肩科門診中遇過很多前十字韌帶受傷的病例 但沒有疑例是因為深蹲受傷的 這些患者 大多是因為籃球 足球等高衝擊運動 或者是車禍跌倒等意外而受傷 深蹲造成前十字韌帶受傷的比例啊 真的很低 另外研究也發現 舉重選手的前後十字韌帶都比一般人更粗壯 這可能顯示了十字韌帶 就跟我們的肌肉骨骼一樣 在漸進式負重下 深蹲不但不會受傷 反而會讓十字韌帶越練越強壯 本篇研究給我們了新的觀點 但並不能完全排除 膝蓋內夾對十字韌帶的潛在影響 這個還需要未來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就像古埃大大所說的 灰階思考一樣 我們也必須要擁抱科學的不確定性 總結 綜合以上的資訊思考特給大家的建議如下 初學者仍然應該學習正確的深蹲姿勢 這個包括了膝蓋只向腳尖 膝蓋打開 第一次深蹲的朋友 如果還沒有負重膝蓋就內夾了 那是動作模式還沒建立 而不是在增加臀搭肌的力量輸出 肌力訓練的初學者有膝蓋內夾 還是要改正的喔 但對於已經有多年訓練經驗 可以輕鬆深蹲體重1.5甚至2倍的朋友 如果發現膝蓋內夾不會痛 而且經過提醒仍無法避免內夾 那也不用太擔心 膝蓋內夾可能是你大腦自然調整 以提升力量輸出的方式 這個不是囤積無力 這個是健康 而且安全的動作模式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見拜拜